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鱼醉》 长书新原著 光合金木之作 起点中文网 喜马拉雅 联合荣誉出品 第292集 来来来 牛哥 有千把斤的 大刚两眼发红 眼珠子发亮 看到了走在前头的一头黄牛 飙肥体壮 他舔了舔嘴唇 快点 牛还没到手呢 就想起蟹肉来了 牛健山甩了这个傻大个儿一巴掌 大刚嬉笑着 手在塑料袋里一搓 又往衣服的前肩上搓了点什么东西 从藏身的大松树里头猫出头来 慢慢地走向正在蜜草的蛊牛 走到近处 牛磨得受惊 抬起头来 瞅得像歪瓜裂枣的大刚 似乎对他有某种吸引力似的 牛在蜂蜂地 警惕地看着他 乖乖乖 扣扣扣在牛头上的缰绳结上 然后牵着拴在了树干上 一头搞定 大刚看着到手的牛两眼放光 笑意连连 事实上 拽头牛可比拉个婆娘要容易多了 这不是吗 一眨眼的功夫又拉回一头牛来 不大一会儿 过山梁的五头牛都落入了魔掌 手脚利索的二贼各自分工 拴着长绳子 牵着牛 每头牵绳的结上都竖着一把青草 那牛丝毫不觉得危险 扬着头往前走 似乎一扬头就能够着层 可是每扬一次都差那么一点点 于是再走 再扬头 再去啃 可是仍然差一点点 于是就越走越快 两个贼很快就消失在了 这个两山佳致的洼地上 等翻过了第二道山梁 一条宽阔的二级路 已然赫然在墨 这个过程比预料的要短 十几里的山路 牛自主走了一半路 另一半被牵着走的路更快 一个小时不到 在山下车里枯坐等着的司机杨靖勇 就看到了去偷牛的同伙 已经牵着牛开始下山了 董韶军和周文娟一路躬身走着 不时地探下身子 寻找着蛛丝马迹 即便是一切都在眼前 仍然让他们觉得像谜一样 被诱拐走了五头牛 可整个牛群丝毫未见异样 就即便有放牛的 也可能发现不了牛群的异样 是什么东西 难道只作用于特定的牛 什么东西能把牛诱拐到 隐藏的草堆旁 然后一步一步诱惑山聊呢 这是什么 周文娟在一块石头上发现了异样 被舔过 尚于一点暗绿色 董韶军拍了几张照片 然后小心翼翼地用棉签取走了微量证据 闻了闻 在河上取正带的一刹那 他像豁然开朗一样笑着 我明白了 这是用一种气味很浓的膏体 抹在石上路边 又使那些无意闻到的牛使劲去舔 应该是化学合成的 舔过之后 不但诱拐着牛顺着下药的方向走 而且让这些证据自然的消失 无处可找了 进牛肚子了 这东西在腐制翼一捧轻柱饲料 一直再坚定的牛也忍不住啊 贼这是有意识地控制下药的量 否则诱拐一群都没问题啊 韶君 你可能又错了 这不是青猪思量 怪不得我们从牧场没有查到可疑的人 戴着手套的周文娟 用镊子夹起了一根细细的草叶子 他递给董韶君 董韶君一看之下眼睛睁圆了 这是新鲜的草叶 哇 邪门啊 是邪门 确实是新叶子 莫须草 浓郁的青绿色 算新采摘不久了 可偏偏现在是寒冬腊雨的天气 不得不承认 实际和推断的出入还是相当大的 错的地方太多了 现场的发现 把前期不少推断都推翻了 谁能想到 这些偷牛贼居然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手法呢 你想过没有 为什么这么个错的推论 却给了鱼罪一个正确而且准确的答案 对啊 没发现这货什么时候有神探的潜质了 别人当神探不意外 但意外是发生在鱼儿身上 我就觉得有点给这个称号抹黑了 就是神探 也不能用错的条件 推出正确的答案吧 他是怎么猜出案发时间和案发地点的呢 前几天 可一直在所里玩啊 周文娟忙着拍照 没有理会这一句 不过他有一种莫名的骄傲 不是为自己 而是为鱼罪 此时 曲正的在有条不紊的忙碌着 似乎根本没有准备翻过山梁 而指导员王斌 已经带领着一村的青壮年 乘着摩托车 三轮车 农用车 沿村路 飞速向香外击齿 但在另一面 牵走牛的牛建山和大纲 已经悠哉悠哉地下了山 被牵的牛仍然在仰着头 努力去啃绳结上的青草 走得很快 却怎么也啃不着 从树间和灌木丛中的小路下山以后 有一个简易的土台子和车厢等高 杨静勇放下隔板 车厢里面仗有一层绿绿的青草 牛被牵到车边时 个个兴奋地闷了一声 依次奔进车厢里一层草 车上还停着一辆破摩托车 大纲朝着最后一头牛的臀部猛踹一脚 哒哒一声合上了隔板 三个人有条不紊地拉着绳网 绳网上面再附着一层帆布 结结实实地把车斗掩盖了起来 杨静勇发动着车 牛剑山拍拍身上的土 一咕噜声钻进了车里 钢子 过来 这货撒了一泡尿 提着裤子兴奋地上车 哎 实在是车带小啊 要不多整几堂 能够个好年了 东华 走吧 牛剑山示意着司机 回头看看傻乐的大钢 发鸡就是一巴掌 你知道咋当贼吗 啊 要当就得当一个有眼光的贼 你狗日的一次把村里的牛都偷完了 谁来干养牛啊 那倒也是啊 当然是了 这点上我就佩服老七那伙人 他从来就不在同一个地方偷两次 怕被抓啊 倒不是怕被抓 可是小心总不是坏事 车速已经飙起来 在雪后的路上溅起了一片片湿泥 看四下无人无车 牛剑山终于长收了一口气 标上烟 点着熬了 就在点烟的同时 一声凄厉的警报声响了起来 吓得牛哥嘴唇一哆嗦 烟掉裤裆上了 他盲目迭地去拭烟 司机一踩刹车 咚了一声 两人固不及防 直愣愣地撞到了车前窗上 腾还未来得及回过神来 哥仨一看前方 齐齐吓得傻眼了 两辆警车上的警灯 正声嘶力竭地吼着 不知道什么时候排在路面上 车跟前靠着几个懒洋洋抽着烟 就着车前盖打扑克的乡警 而在警车前方不远 抖大的石块一字排开 要通过的车都被堵在警车后面 敢怒而不敢言 这阵势把牛剑山哥撒给吓住 摸不清情况 看不准来路 他急切地拍着脑瓜想主意 却不料关键时候 人这脑袋不比车里拉着的蠢牛强多少 一时无计可施 旁边坐着的大纲早按捺不住了 脸上肌肉颤着 手抖着 不过却已经把座位下 持把长的砍刀握在手里了 八级又是一巴掌 放下 你以为警察也是牛 想歇入就歇入 那咋办 到 到 牛剑山急 司机懵了 一挂倒挡 车呜呜的一声往后沿路返回 到了十几米 在一处稍宽点的地方一打旋 朝着来向又急驰而去 李颤阳一收扑克 狗哨兴奋地奔上来请示所长 却见得所长坐在车里 眉眼挤在了一块 撕着白牙 笑得只嘚瑟 那笑不管是看着还是听着 都让人直起鸡皮疙瘩 所长 咋办 所长 你别笑了 先追回牛来当姐 扳石头 抓贼不能太急 否则 贼级跳墙了 是狗级跳墙 贼级了 可比狗级了危险 他要破了命撞上来 老子可吃不香 快搬开石头放过警车 警车呼啸而去以后 石头却又摆回了原地 后面被组的车辆 可就怨声载道了 这事好吧 所长早交代过 乡警高小兵同志一整警服 放嗓子一吼 我们正在抓沉香逃犯 你们非要闯 后果自负啊 这句管用 司机们吓得筋若寒蝉 不敢越雷池一步了 哎呀快点快点 都才追上来了 大纲抹了一把汗 声音都变调了 司机也抹了一把汗 油门已经踩到底了 牛健山在不停地看着后面 两辆警车 不紧不慢地追着 不过那警报 明的人实在是心惊 吓得三个人在冷冷的车厢里 直出冷汗 鸟哥 咱们 不是抓咱们的吧 我还指望弄点钱 逛个热乎点 多人小说剧 鱼醉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